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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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這個影片 我們講講那個 Nether Cairn 三號Nether Cairn的進展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這個是一個三房的property 頂樓 在一個區叫做Manswood 我對面那裡 四十八號Pup New 即是旁邊的 如果師傅走過去 是兩分鐘左右 一分鐘左右 這個工作最大的 就是那個廚房 現在我在廚房那裡 或者我point out 我們做了些什麼 第一就換了個worktop 換個worktop 發覺其實那個worktop 那個距離和那部牆 有少少不同 所以我們弄了個邊 在那裡 那ok的 救得回它 因為以前那些 舊的worktop 是深一點的 那現在新的worktop 是600mm 那就 這樣就放不到去牆 那裡 所以要做個好像 假的upstand 這樣在那裡 那我呢 我換了個新的焗爐 以前那個生細瘦 我想你也記得 那呢 換了個worktop 不止 我們就換了這個 這個新的 這個煮飾爐 那煮飾爐那裡 以前呢 你看到是坐了下去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坐了下去 那現在呢 就做了個新櫃 是有少少鴛鴦色 不過呢 沒有問題的 那是 是 是 functional的 就是它這個櫃 OK 那還有呢 在洗水盆那裡 換了 OK 洗水盆換了 又換了個櫃 那這個boilner 現在呢 就封了它 OK 漂亮一點 以前呢 就露了出來的 那呢 現在我們這個 這個雪櫃呢 是等一個雪櫃來 等一個雪櫃來 那就放下去 這裡就很適合了 那呢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呢 我們的雪櫃呢 那雪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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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佛寶膠的 是不是 佛寶膠的 那不合格的 在廚房 所以呢 就換了 OK 換了 現在這個是plaster board 接著就批檔了 就放了 7個spotlight 我老婆呢 還放多 為什麼7個呢 因為她說洗東西 乾淨一點 洗水盆呢 那裡呢 又有個 又有個在那裡 我呢 就會節省一點 就是6個就可以 不過她洗碗的 她就說在那裡 Anyway 那我們來到廳 之前呢 那個廳呢 電池呢 是很骯髒的 很骯髒 現在沒有了 那麼 Fireplace呢 Fireplace呢 就做好了 因為呢 我們現在都不用Fireplace 那個空間 那個空間就大很多 還有呢 整間屋呢 以前呢 是有一種 好像 就是 忌廉的顏色 就是 不是因為它吸煙 是因為 很久 沒有油過油 現在呢 就油光了 還有這裡呢 沒有燈的 那時候沒有燈 現在呢 放了一張 directional 的spotlight OK directional的spotlight 那麼 那兩個 長生呢 那邊呢 那邊呢 是 製造了一些 一些 modern的 Walllight 在這裏 那麼呢 這間房間是Tiggy Up 了 那些木呢 就和它Farnish過了 那麼 那接下來呢 還要去 清一清那個 那個 那個Balcony 還有那個 是在外面那裡 還未做到的 那麼 如果你過來呢 我們 進去 這個 進不去那個 那個 Bathroom 其實那個Bathroom 就是 一個大的 清潔 因為很髒 因為它內 那些瓷磚 那些縫 有了 那些 好像露台那樣 有些積 那些屍領 就綿綿爛爛爛 周圍旁這些東西 又脫皮脫殼 現在呢 是翻身了 其實 那個位置呢 那樣東西 沒有變過的 地下都會保持 現在呢 就是髒的 因為裝修 是這樣的 是髒的 那最後交樓的時候 我們希望 一個星期 左右 要交到 那個租客在等著 那是等我們 收拾手尾的 那我今天呢 來檢查了些東西 回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去收拾手尾 希望呢 星期五 這個星期五 就可以交樓了 那這些是要做些清潔的 那我們康圍呢 康圍呢 康圍呢 就是油了油 油了油 那我發覺 這個司令呢 是沒有油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油這種油呢 因為它本身有力架油 你再去油呢 是黏不到的 而且你要油很多層 那我就覺得它也不是很差啊 那就是 就是 好像一個桑拿一樣 那現在 那就可以了 所以沒有油白它 主要是應該油白它 不過我知道呢 油白它 可能你們覺得 油白它很簡單而已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為什麼它本身有力架油 你再去油呢 那些油不會黏的 所以你要磨砂 跟著才油油 跟著還要油三浸呢 不值得做 OK 那麼呢 這個睡房呢 這個睡房呢 就設了 設了那些床 那又是 又 令到它 freshen up 了它 OK 所以呢 這個房子是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麼呢 我們另外一個 看了另外兩個房子 這個是大房 那麼這個大房呢 就 你看到呢 好像freshen up 了 我之前的顏色和現在呢 今天又好天啊 所以呢 就 光亮很多 那麼呢 我們那張床呢 就keep了 跟著呢 我們做了一個 mattress 給那個 這個 king size 的 bed 配上一個 mattress 給它是新的 那麼地下呢 就有些板 是鬆了一點點 是救回的 現在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 我們去另外一個房子 那麼呢 另外這個房子呢 其實就 地板是keep了 那床是 是又翻熟了 那麼呢 暫時你看不得不清楚 因為有些傢俬在這裡 其實這個房子呢 都是freshen up 沒有什麼 大功夫要做的 那麼 那麼 對啦 我想說到這裡為止 那 因為呢 我們 就是target 就是一個星期 這個就會收租 那收多少去了呢 啊 記得先 640 640磅 那麼呢 這個 業主買回來 這間房子呢 如果沒有記錯呢 是around 是不是 60 68 是嗎 我要double check 跟著我們花了 around 是否這麼多 5千鎊 左右 我大約 這些是大約的數 來的 那一定達到我那個 7.5% net yield OK 就是 所有 所有費用 應該是接近8的 到時呢 我就會 有個video再細節一點 講這件事情 不過這是我大約記得 因為為什麼呢 我現在又要過去 我另外一間 今天呢 是巡幾間房子 我現在呢 就去對面 對面的partmute 那裏去巡那裏 那個progress OK 就這樣先 拜拜 如果你是第一次聽我的video 我是叫John 我是一個職業投資者 基於Glasgow 專門幫香港人 在Glasgow 在Glasgow 這裏 買些property 給passive income 你們的 我是一條龍服務 現在這間房子 就是我基本上是 幫個 介紹個投資者買 我們去安排個裝修 接下來呢 會找租客 簽租約 會收租 一條龍的服務 如果你想了解多一點呢 你connect with我 最方便的方法呢 就用Whatsapp 我那些detail Whatsapp的number 會在Description那裏 或者你想connect with我的Facebook 或者Youtube 你可以了解我多一點的project 以及我做些什麼 怎樣可以幫到你 那這樣才會 我接下來會再有update 再給大家一個video Thank you